晚間8點多 遊覽車闖入機慢車專用道 速度不慢 經過寒凍時 一頭撞上橋墩 擋縫玻璃瞬間炸開 車頭削掉一大半 一名80歲老翁坐在第一排 當場爆頭慘死 造成一死14傷重大車禍意外 她在大概半個小時 一個小時就到家了 結果後來接到的電話就是這樣子 老翁女兒情緒激動 質疑駕駛開錯路 就在20號遊覽車上 載了台塑南亞退休員工 以及附近社區長輩 總共25人到阿里山一日游 反正途中已經來到高雄 而且明明就到家門口 卻發生死亡車禍 跟父親通完電話半小時 就撞上寒洞 但意外到底怎麼發生的 遊覽車公司明明是登記在高雄 但司機是屏東人 可能對路況不熟悉嗎 有的有的不知道路上 有的喔 有看過的人站不到嗎 有啊 是喔 對啊 都不出來了 高速公路底下寒洞 柱子上也都有清楚標示 汽車限高4.3米 機車2米 高度落差明顯 怎麼還會撞上去 未節省時間 稅及早切入行駛機慢車道 遊覽車司機疑似要省時間 再加上路況不熟 誤闖機慢車道 又沒有注意到限高 車頭猛力撞擊寒動 讓原本要歡慶 80歲大壽的老翁慘死 家屬悲痛完全無法接受 記者 火山頭紅夫人王書宏 高雄報導